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告公园 位于基隆港港口的东侧 由于常年受到海风的吹袭 风化而成的奇岩异石 形成岛上拥有世界级的地景 近年来 园区除了提供旅游服务之外 同时也融入环境教育和永续利用的体验活动 协助园区推广环境教育的社会企业 带领了近60位民众冒雨淨滩 其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参与体验淨滩活动 刚刚花了40分钟的时间 60位淨滩的伙伴 我们就捡到264公斤的海洋废弃物 然后我们还要去数一下宝特瓶的数量 总共有403个宝特瓶 那为什么这边会有特别多的宝特瓶 还有那些海洋废弃物 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地形 其实有很多礁石 还有很多漂流木 那所以这些垃圾就会卡在这边 那我们刚刚选择的淨滩地点 其实是游客不会去的地方 那游客不会去的地方 竟然累积了那么多垃圾 其实我们更知道的一件事情是 这些海洋废弃物不一定是游客随意丢弃的 而是随着其他的国家流到大海之后呢 然后在随着季风洋流 来到我们和平道工 其实心里还感触蛮多的 因为我觉得刚开始用想象的时候 看着别人在静灯 觉得这跟我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自己深入其境之后 发现哇 怎么搞的 我们的垃圾竟然制造这么多 短短的小巧的一块地方 它就累积了多少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在静灯的时候 心里面感觉是非常的惭愧 这些垃圾都是我们来把它制造出来的 所以我在那边觉得说我们还是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从家庭做起 台南旗鼓的沙洲受到自然与人为开发的双重因素 沙滩流失的速度相当的快 地方的乐活台湾协会发起民众 利用稻草来监测沙洲流失的速度 并且希望能够减缓沙洲消逝的危机 七股湿地位于汐湖当中 因为受到环境的影响 及人为的开发不大 目前环绕在汐湖周遭的沙子 正在慢慢流失 沙洲慢慢在消失中 汐湖上的动植物也面临危机 如何减少沿海沙滩长期遭到侵蚀 让护沙行动成为海岸变迁的重要课题 于是乐活台湾协会推动假期浸滩护沙活动 此次护沙是用不需木桩的稻草公华 利用收割后的稻草作为护沙制裁 将稻草植入沙中完成后需先测量 稻草的高度与宽度 约过一个月后再次做监测 看累积了多少公分的沙子 称护沙监测 护沙除了保护七股湿地的生态 更提高了大家对环保意识的重视 最重要的是浸滩中如发现植物种子请勿践踏 因为植物成长后有助于留住沙丘